我想去雨室洗手 看那個雨室的地方全部都是泡沫 我覺得很奇怪 我叫她說是 我生了什麼問題 她說我也不知道 這是她第一次用洗衣機 她不知道洗衣機現在要改上 然後才用 所以全部都是泡沫 結果她補到一個星期 就回到父母家 到現在還跟她一起住 我這種也有遇過啊 就是我們家 我媽媽都不知道 就是那個洗衣機 要使用洗衣機的特別的粉 你媽媽不知道 她不知道 因為她都是用手洗的那一種 然後有一次她要用 然後就故意放很多 就是一半的洗碗的那一種 然後就是全部都去跑出來 我們廚房全部都是耶 她都不知道這件事情 而且就算女生會用洗衣機 他們都會把衣服翻到那邊 然後完全忘記了 但她明天晚上還要再洗一次 臭 就臭掉了 我比較喜歡洗我的衣服 因為我有我的泡沫 因為我習慣那個白色的衣服 然後有黑色的衣服 可是她有很多色的衣服 她有紅色的 藍色的 我說她 欸 沒辦法全部都一起洗 對… 要分開 對 可是的意思是 她有時候她沒有去工作 她就在這裡 老公 沒有… 我呢 我要洗衣服… 沒問題 我說OK 可是沒有全部都一起 所以我習慣白色的衣服 然後我的女兒她呢 她錢到 所以她有那個泰千島白色的衣服 所以有一個時候 我會來…我會來一家 我去外面有那個看衣服的地方 然後我有看到 很多 紅色的衣服 對 倒服變成那個粉紅色了 好可愛喔 對 我真的覺得你們女生 洗東西的時候有很大的問題 你沒問題 你講講 我沒有問題啊 她的問題不是洗衣服 是… 腦袋 喂 沒有 我曾經 我認識一個女生 她是要洗她的車子 因為她剛好她停在一個 很多鴿子的那個地方 然後就是被種牆 那個鳥就… 講你的故事好不好 然後後來她想說夏天 那我就自己洗好了 結果她用那個 用身體的飛皂洗她的車子 也是用身體嗎 先洗得幾乎 再洗得幾乎 這個畫面 我有畫面 對 很有畫面對不對 美國大學不是很多這種 很多啊 美國派都有演 但是後來變成說 那個她本來是黑色的一個車子 結果因為她這樣洗 用那個飛皂 就變成 她洗的那些部分 變成白色 怎麼可能啊 所以車子會退色 應該是乳白色吧 有點抹擦的那個 那個飛皂會抹擦 應該不是飛皂的問題 是她用刷子的問題 對 是刷子的問題吧 是嗎 對 她應該是用刷子 你到底懂不懂啊 你為什麼要來上這個題目呢 你不要亂講別的故事好不好 應該也沒有車子的烤漆這麼爛啊 對啊 假設定你在製造的時候 你怎麼會一直講這個故事呢 如果退色的話 除非你用鋼刷了 對 算了 不要再講這些 但是我覺得 有些人真的是有問題 然後因為洗衣服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要先看什麼 對不對 對 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有時候我會把東西 放在口袋網去把它拿出來 那女朋友去把東西吸 然後回來 她說我找到你的偷票 我說真的有 真的有 但是 然後我想說沒關係 我給它放著好了 放在我的桌上 她說 我就說 等一下它會慢慢的乾 我去上車所回來 她已經拿出來她的安座 開始按這樣子 摸… 後來把我的樂透 抄起來了 抄起來了 全部都黑了 那歪五重怎麼辦 KB的顏色好像喔 是嗎 不一樣耶 但是下面的那個都沒辦法看 她很貼心耶 她想趕快給它暈乾一點 讓你可以對講 所以會這樣子 如果看不清楚 妳那個條碼還在的話 還是有希望 但是妳這個條碼現在也完了 沒有 完了 燙紙上面要放一條布 你看 要不要跟她講 要不要跟她講 如果我對的話我可以種很多 而且你現在知道 我這些號碼都是特別選的 我這一次我一定會知道 一定會種 來不及了 算了 她怎麼會放著她 來 我們來看一下憤怒指數9 是9的有什麼呢 這很嚴重喔 生活常識都不懂 生活常識都不懂 跟家世天秘是不是有一點接近 有一點 對不對 來 梁振群 你說你女朋友怎麼樣 我不知道這算不算是生活白癡 但是她就是 去哪裡都不會關燈 為什麼你們兄弟倆都喜歡找同一種人 等一下 他們是兄弟嗎 對啊 他們是親兄弟啊 怎麼可能啊 一個長得那麼帥 一個長得 上次你弟弟來 我也覺得你弟弟比你好看耶 怎麼可能 這已經間接承認弟弟比自己好看了 我不可以說一下 為什麼你們兩個都要找一模一樣 有這種習慣的人 一家人 不進一家門嘛 對不對 我們就是原來一家人咩 真的 就是明明就是很節儉誠信的人 都會找一個不知道如何關燈的 所以她都不關就對了 就是我常常就是晚上我一回家 就發現我家亮得跟什麼一樣 就是看門還要這樣子遮一下你知道嗎 那會不會你女朋友 就上完廁所之後洗手台也全部都是水呢 沒有水 它就會關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燈它就是不會關 因為她怕黑吧 不是耶 因為她說 因為我是跟她 我是堅持這個環保的概念 我說這樣子會比較省電 救救北極熊 但她的理論是說 這樣開開關關 反而燈泡很容易壞 而且她不知道從哪一個台看過 她說這樣 所以她堅持的理論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家的燈都是 它只要一開我就趕快去關嘛 所以現在我們家廚房跟飯廳的燈都壞了 但是有這個說法是真的 因為昨天我們家燈廣 燈管 燈管 燈管壞掉了 找廠商來換 他就問我們說 是不是常常開開關關 我說這個燈還好 他說那它有特別交代 這個燈是不能常常開開關關的 某一種燈 對 就是細的燈管 它就是必須你一直開著 比如說你一天都開著 然後你到睡覺的時候 把它關掉 我是上次看到一個報導 我就釋懷了 日本人有人做一個實驗 就是說它的冷氣 對 一年365天都不關 跟常常開開關關的人 是 電費比較貴 因為他說你關掉之後 它打開要重新再壓縮機 要再更耗電 所以那個從來都不關的人的電費 反而比較省 你老婆好省錢喔 後來我就不管了 那這個就不環保了 就跟剛剛梁振群講的 它是 妳是省錢不一樣 有沒有 基本概念是不同的 都是我們是想說 水手做環保 金山綠水永德保 對 就救北極修 我覺得這有一個問題要探討 比方說他不會水手關燈對不對 有一種人會 比方說他這裡拿了杯子 他在廚房拿了一個杯子 倒了一杯水 然後到客廳 他就擺在那邊 然後過一陣子他又要喝水 他又去廚房拿了一個杯子 然後杯子 他回到書房去了 結果書房又一個杯子 你講的跟他老婆習慣也很像耶 有 我也是這種人耶 這也不會怎麼樣啊 這也不會怎麼樣啊 會怎麼樣嗎 就是洗杯子麻煩啊 不是 你就變成到處都有杯子了 對啊 你要有習慣拿回去吃嘛 而且那種人通常也是那種 會去買飲料 然後再把它喝到一半 放在冰箱 對 然後你打開冰箱之後 就發現這麼多喝到一半的飲料 然後你們不知道該丟還是不丟 沒錯 然後大部分都過期了好幾個禮拜 真的 所以大家都有這種困擾嗎 有 會不會交的都是同一個女朋友 來 張淺 碰過你生活中有這樣的朋友嗎 我生活中 就是生活很白痴是 有個男生他不會掛褲子 他不知道 他懶得折褲子 然後他也不知道褲子要怎麼弄 才會比較好 所以他索性就不掛了 然後我們上次有一群人去他家玩 就發現他房間裡面 都是褲子的窟窿 因為他就這樣脫褲子脫下去之後呢 他就兩個洞 然後他就這樣跨出來 然後就兩個褲子的洞 然後他房間裡面 全部滿滿的都是褲子的窟窿 然後他今天要穿哪一件褲子 他就是踩在那窟窿 把它拉起來 好煩喔 這個好煩喔 然後我們去他房間 就要這樣一直繞過 這應該不是生活白痴 這是生活智慧網吧 對 是嗎 這我誤會一下 他現在應該要很大 我有遇到更扯的 之前有一個女朋友 她還是站那麼大 左跟右還是分不對 有一次她來我家找我嘛 然後就打電話給我說 我快到了 然後我說 我等一下要幫你開門 然後我說 你就按門鈴就好了 她問我說 門鈴怎麼按 然後我就說 你用手指按就可以了 然後她就說 你們那邊是左或是右 然後我就說 我們那邊是右 然後她就說 那是走上樓梯的時候 是左邊嗎 還是在外面面對 面對那個大門的時候 是左邊 她其實就按照門牌號碼 去分就好啦 對啊 沒錯 所以我不知道她在講什麼 我就說 你不是站在門那邊嗎 有兩排嘛 左跟右 我們就站在右 可是她以為說 要走上樓梯 是不是右邊 就搞得我也不知道 我們是要怎麼跟她講 你知道嗎 我有一次跟蝴蝶約 因為甜甜有舞台劇 我們要去看 我跟蝴蝶約了 我要載她去 然後我跟她說 我在138-5號等她 她就打電話給我 哥哥 我現在在126囉 然後再接下來咧 她不就往前走就好了嗎 對啊